她是一入到我化妝間第一時間 BUNBUN 整個人的毛管都凍掉了 我很喜歡她的 譬如那部電影之後 跟她做了BEST FRIEND 雖然好像經常欺負我一樣 但她真的很疼我 無論有什麼事 她第一時間就說 喂 你要不要我上來啊 你不要我幫她錄影片啊 阿BUNBUN 大家猜到她的聲音是怎樣 是很恨憎 但卻又很窩心 雜仔 我想和她一起唱法夢之王 演唱會會不會鬆胸肌肉 我告訴你 不單會鬆胸肌肉 還要不止兩塊 哈哈哈哈 因為有古具機會過來 誰最合適啊 除了我 也真的是 祖兒吧 祖兒真的很合適 祖兒很合適 我看了演唱會 她一舉起手 那些肌肉 那個馬甲絲 女生來說 真的很合適 你看張敬軒 她已經扮 扮回祖兒跳火龍果 她跳那隻舞 無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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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萬萬喪死 不要命 什麼時候出身個人專輯 用跳舞快哥做主打 深深眼 我呢 都幾想 越來越做一個個人專輯 而且是比較upbeat 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這次去搞這個演唱會的時候 我發現我沒有快哥自己一個人 她就問 想跟曬曬出道的自己說一句說話 我想她應該是打多個字 想跟剛剛出道的自己說一句什麼說話 原來我中間做過很多的事情 開頭以為是徒勞無功 是白費 但我一到頭來 原來就是這些 一點一滴 原來上天很有創意 最有創意的一個方法 告訴你 你之前做的事情不是白費 說真的 Mandy跟我說的話 有一句我挺印象深刻的 她每次都跟我說 她說 你一定可以 我聽了這個說話很多年 那麼 她 她 也都一直還相信這句說話 即 就算中間 我是沒有出碟 沒有 沒有任何的工作做都好 她都一直保持著 是跟我說這句說話 我 之前我聽到我覺得 她是不是信了是真的呢 已經這樣 那 因為我覺得她還有信心過我 有段時間 我發覺她這句說話 其實支撐了我很多東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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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